經濟部決議四月起要調漲電價 其中民生用電在七百零一度以上的話 電費是要漲百分之三 只是租屋族無論是亞房或是分租套房 通常都是共用電表 合計算下來就很容易會跨過電費 漲價的門檻 對此臺電視表示 房東可以免費申請裝設置會電表 並且接受節能輔導 如果每個月用電還是超過七百度 本次的電價可以不調漲 臺電四月開始調漲電價 民生用電從七百度以上開始調漲 不過對於現行義務多格的分租套房來說 因為共用總電表 很容易超過電費調漲門檻 面臨電費調漲租屋族大喊吃不消 以義務隔城五間分租套房為例 假設共用一個總電表 一間用電每個月三百度 算一算等於五間房一個月就會用掉一千五百度的電 看看這次電費調整方案 只要用電超過一千度以上 就會調漲百分之十 等於租屋族的電價將從舊度數的每度六點九九元 漲到七點六九元 每度電衝破七元大關 引起租屋族的恐慌 對此臺電表示 如果分租套房多戶共用一個電表 只要申請免費裝設智慧電表 並且接受臺電節能輔導 即使每個月用電超過七百度或一千度 本次電價可以不調漲 臺電公司是希望就是說藉由鼓勵這個方式 然後一方面也能夠節約用電 一方面也能夠照顧我們這些租屋族 減輕他們的負擔 至於原本就是正常在使用的 的用電或是電表 它會不會因為三星改成日能電表 或是跟臺電申請等等 這個部分我認為沒有疾迫性 所以房東的意見可能不會相當高 臺電表示期盼透過這樣的方案 達到節能省電效果 只是會有多少房東 願意設置智慧電表 又同時替換傳統耗電的冷氣設備 還有待評估 記者原此先期五安台報導